谈到分散程度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离差绝对值 英文就叫做MAD 那在V跟C度量起来呢 这个数字一样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找一个度量方法 可以说C的这个分散程度比V还大 那今天我们考虑的就是离差平方 也就是离差平方的平均 回顾一下离差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离差平方 那整个就是平均 好这样每次讲起来很啰嗦 所以我们就叫做变异数 我们来看一下这平方造成的一个影响 其实平方呢会把那个大的离差的效果 加全更多 以这两组资料来说都四个数 它的那个离差绝对值其实都是八 可是如果你一旦平方之后呢 其实一平加三平 跟四平比起来 其实四平的那个数量大很多 像这只有十 这只有十六 所以平方这个东西呢 会强化大的离差的一个加全效果 所以对于原本的三次资料呢 我们再把它重新计算 第一个还是零 那第二个呢 就变成二二五加一百加二十五 就变成是三百五 那三百五两组就变成是七分之七百 那第三组四百加一百 那再乘二就变成是七分之一千 所以在新的这种便利数算法里面呢 这个东西算起来就比原 比一组的还大 但是呢 你就会想说 这个平方之后再平均 这个意义呢 就跟原本那个平均的离差 那种有点不一样 所以通常我们这样做完之后呢 我们还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叫做把它开根号 所以开完根号这个数呢 就叫做标准差 标准差 标准差其实整个念起来很啰嗦 离差平方的平均的平方根 那我们其实从试子里面慢慢看 离差平方平均的平方根 这样子理解就比较简单一点点 那我们以刚刚这个东西呢 我们再把它重新算 所以这东西呢 我们就记作七个嘛 第一个还是零 那这边一百开根号就变成十 那这边的话呢 就变成了是那个 十一点九 我们采用平方 不只是那个强化大的离差 其实更重要的是 它在理论上推导比较方便 其实我们以前 国中在学那不等四方程式的时候 你要分析都很复杂 但是平方呢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比较好 做理论的一个推导 当然有些学生就会说 那我可不可以用三次方 四次方五次方 当然也是一种一种度量方式 不过呢 我们会用平方 更重要的就是因为 这个东西它的应用比较广 我们之后在常态分布 在缺比学部不等四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标准差 其实可以让我们估计一下 它的一个相对的百分比 让我们很快的总结一下这一节 这一节我们学到了就是说 变异数跟标准差的一开始的初始定义 那要知道一下它的一个好处 就是强化大离差 理论推法方面 还有应用光 那接下来我们再多算几个例子 让大家熟悉一下 这个的计算与操作 那还有它的变形 就是这样的一节目标准差